随便聊聊天,你最近是不是心情很差,经常一谋,想要讨贫呢,但是又屡次仰屋起坐,想要摆烂呢,但是又狠不下这个心来,你可能会想很多很多事情,但是在现实当中呢,没有那么多出路,你可能会有一肚子的情绪,但是你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和你压力一样大,以至于你不能获得丝毫的安慰。 如果你出生在1980年之后,年龄在40岁以下,那最近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是你最为焦虑和痛苦的一段时间,这种痛苦可能是来自于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,比方说经济下行,比方说全球局势,再比方说个人童年的创伤记忆,再比方说我们共同的巨大的落差感。 在过去的40年当中,我国的民意GDP增加了242倍,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时代的赢家。 我们这一代人是出生在一个全球化落潮席据,社会快速流动和经济腾飞的时代,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相信过,和平和发展是这个世界的主流。 在我们看来,这个世界是开放的,是未知的,是可被探索的,是不设防的,是世界这么大,我们应该去看一看的状态。 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,这么说显得我年纪很大,但也没有那么大了,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开始怀旧的时候,就是他变老的开始吧。 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,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有激情的,我今天几天呢,在B站沙道的黎姑一老师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。 然后,那个歌词真的特别的有激情,特别的热情洋溢,这首歌是在八十年代出的,八零年出的,歌里别唱,美妙的春光属于谁,属于你,属于我,属于八十年代的心灵杯。 但是,我们现在的年轻人,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在听什么歌呢? 听的是爱你孤身的露像,爱你破赖的衣裳,爱你不贵的模样,听的都是这样的歌,我不明白为什么四十年过去了,我们反而只剩下了破衣烂伤, 只剩下了孤身走暗像,而不是公容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心灵杯。真的很奇怪。 好像是所有出生在八十年代之后的人都会对世界有一种迷之乐观。 我前几天呢,看了小欢老师这本《之声室内》,他在后记里说,他说,我对于中国的预期是非常乐观的, 而这种乐观是不需要任何逻辑支持的,仅仅是出于一种朴素的信念,那就是中国未来会更好。 但是呢,可能也正是因为接到过这些最灿烂最昏黄的时刻, 当增长的预期被当头饱喝,当未来的美梦被戳破之后,很多人就泄入了非常非常深的阴谋当中。 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呢,都有一些精神的心灵的或者是情绪方面的问题, 就我所知就有不下五个人在吃治疗的药物,包括我自己也是, 我有一段时间处于一种非常低谷的状态。 比方说去年夏天,我自己一个人在相反上网课,语言不通,没有朋友, 做戏不规律,饮食不规律,整个人就处于一个情绪的黑洞当中。 那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? 我记得非常清楚,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,在手机上看一本关于随唐五代文学借场的书, 然后偶然之间看到的杜甫的一支诗,是这样写的, 此生哪老鼠,不死会归情,因为我是陕西人,所以我看到之后, 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,我当时就会觉得,天哪,怎么会这个样子? 真的,真的,当时的情绪是很难很难表达的, 就是此生哪老鼠,不死会归情,我会回去的。 后来呢,我就去买了这本《杜甫传》,这本书呢,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, 我经常会去设想,如果我和杜甫一样,生活在安禄山治下的长安, 那我会是什么心情? 我会不会写《国破山河在城春藏龙生》? 我会不会写《少林野老吞生苦》? 或者我会不会说《强人泪徘徊》? 可能会,但是我不可能写得比他好。 虽然说我写不出这样的诗来,但是每次读到, 我都会感觉到有很强的被宽慰,被安慰到的感觉。 可能是因为当苦难被书写,被记录,被讲述之后, 那它反而可以成为鼓励我们的力量。 就像是一种古来如此,非独我,我今所得意义多的感觉。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非常肤浅,但是非常有效的安慰感。 如果你最近真的感觉很不好, 那么我推荐你去看一看这本《杜甫传》, 或者任何一个你觉得足够tuff的人的传记, 你真的能从当中获得很多有足够多的力量, 帮助你度过这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。 OK,那拜拜,我们下次见。